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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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孟元 这里太吵了 刚才我没听见 你说什么 我 我闯大祸了 你说什么 我闯祸了 你真想死我 什么 你真想死我 在我的家里 现在有请英姿集团董事长 宋大川女士上台讲话 你等着 马上就过来 各位来宾 谢谢大家前来捧场 特别是 特别是司徒省长 亲临现场并且讲话 是对我们英姿集团 最大的鼓励和支持 二十年来 我一直小心翼翼 如履薄冰 如临深渊 身把走错一步酿成大错 为我的企业 我的姐妹 和我的同志 神把他们 从此陷入万劫不复合 可是伤害行传 风高浪急 躲得过今天 也不知道躲不躲得过明天 只有求老天爷保佑 托大家的福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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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川 这是怎么了 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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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谁啊 我找住在这的余锦绣 回来过不过又出去了 你有什么事情我可以转告 不用了 哦 对不起 延播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拨 我给他钱 他不要啊 话没有说完他就往外面跑 我一把把他拽回来 我们俩就吵起来的 吵着吵着我们俩就动手了 我一下子我就把他推过去 我推到了鱼缸那儿 就成了 小川 我我我 我不是有意杀他的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我 我我主要是怕 我怕他 怕他把小元的事情捅出去 我是为了保护林里 小心啊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我知道 我这 我把事情弄砸了 我这次我躲不过去了 我去报警 我去自首 我去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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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让你坐牢的 十五年前 你已经坐牢了 是替我坐的 这次 我绝对不会让你再进去了 因此不能没有你 你别着急 让我来想一想 喂 董事长 我刚到家 什么 老川 老川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我马上就到 怎么了 董事长找我有急事 叫我马上过去 他走的时候 连我们几个姐妹的招呼都没到 什么事啊 不知道 雅琴 你先睡吧 别等我了 好 来 开车当心点啊 说是whatenko 你已经踪了 你在 değildcal 再救了 是你 林录 林录 林录你怎么了 林录 esesete 你是什么 激啬什么 小林 快来救我 你拿药 小林快来救我 快来救我 你 blue 小林快来救我 你干什麼呢 鱼杆倒了 死了 都死了 你又在下 你们救我 快点快点快点 够 好 救我 大人回来 死了 大王 可能是无数银来了 来 救我 去开门 咱 快来救我 快来 吃药 我们先救好 现在要救好了 都走 睡鬼了 谁 我 吴孙英 出什么事了 对不起 您拨的用户已关机 请稍后再多 宝物过去在警察学院 教的是刑事侦察专业 这方面他是专家 听说是 大人才能拨造杉丫 是不是 那我也不想 让这个人 是 你 他 她 你 现在公司在筹划上市 公司的财务总监 因为杀人而入狱 舆论上怎么得了 后果不堪设想 所以你一定要想尽办法 孟元绝对不能进去 这就很难了 有什么事情 不能回家说吗 怎么这么晚了还在开会啊 现在马上就要下雨了 那就锁好门 关好车 睡你的觉 傅小元跟他私通的事情 有证据吗 这种证据不难找 手机里 电脑里 还有单位里同事之间 总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的 董事长 你什么意思啊 现在看来 只有一个人可以救孟元了 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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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件事情我想问问你 你说 司徒安文 调来当代理省长了 这事你知道吗 这位省长今天晚上在慈善晚会上 已经撂像了 是吗 我就该想到他会去的 你说大川这个人好不好笑 请就请了呗 我说老师啊 你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是怕大川有事 老师 你们是老夫老妻了 啊 你别胡思乱想行吗 我不会的 北斗啊 有话我也只能跟你说说 哎 哎 老师 我这急着要敢写个东西 咱们改天好好聊行吗 啊 哎 再见啊 哎 再见啊 妈 你还在这儿什么 你为什么不去自首 嘘 小别人 傅小月 你为什么不问问 那个女人为什么会在这里 你为什么不问 她对你妈做了些什么 你妈劝她和你分手 她竟然敲诈一百万 你知道吗 那她就应该去死吗 你妈不是跟你说了吗 那些失手是意外 你为什么还揪着不放啊 本来今天晚上在这里面对她的 就应该是你而不是你妈 亲口回着这个贪婪的女人 也应该是你 动手收拾她的更应该是你 如果你妈因此而坐了老 不仅我们所有的人不放过你 连老天爷都不会 傅小月 如果你是个男人的话 就应该明白我说这些话的含义 上楼 妈有话跟你说 你上楼妈跟你说 老吴 老吴 处理现场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我有神经衰弱的毛病 我每次睡觉都要吃药 我吃完药我就上床睡了 后来迷迷糊糊糊 我好像听到我儿子 我儿子跟这个女孩在 在底下的声音在吵 后来突然听到一声巨响 我 我爬起来我就看到楼底下这一幕 都怪我 是我让我儿子跟她分手的 要是我不比我儿子跟她分手 恐怕不会做到这个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她 她会跑到我们家里面来 她上门来索要一百万 而且我听我儿子说 是她先动的时候 我儿子是个老实人 但是她要是真的要是 她要是翻去借来的好好知道 什么时候可能都会干净 把匹马也穿不回来 你干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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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又干净了 你干净了 你干净了 出什么事情了 你先下去吧 我待会儿跟你说 安静点 安静点 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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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啦 安五 哥 你什么意思啊你 要不是我在电视上看见你 我还真不知道你到了 我来了又不是蜻蜓点水 我是叫安静乍寨 你说早一天见 晚一天见 会伤到咱俩齐兄弟的情谊吗 我说您的什么东西 照看什么都不去啊 我当弟弟的给你烧点东西 够不成行贿吧 你说你这人又不抽烟又不喝酒 生活品质也不高 除了看书钓鱼 你不就是喜欢喝杯咖啡吗 我可是跑了几个大商场 好不容易给你逃等到的 上等的咖啡壶 你过来看看呀 这也是我一个朋友 从国外带回来的 意大利咖啡 意大利原产的 好啊 不管我 别嫌哥啰嗦啊 这儿毕竟是省府招待所 以后没事 别俩少在这儿进进出出 我说哥 咱们兄弟之间正常来往 这也犯迹啊 你是从政的 我是经商的 你追求政绩 我追求利益 侨归侨录归录 这根本就没有关系啊 反正你要找好自己的位置 现在老百姓啊 最恨胆管的一圈谋私 我呢身为一方父母官 必须做到温馨无愧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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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跟嫂子通过电话了 她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这不就是来照顾照顾你吗 哎哥 我还有件事 倒是得跟你说一下 说吧 我做的那个英华公司 最大的合作伙伴 就是英姿集团 英姿集团 对 老板宋大川 我想我不用再给你介绍了吧 你前几天去的那个慈善晚会 就是他们主办的 我说哥 你不会无缘无故地去吗 和我 你怎么认识她呢 嫂子告诉我的 包括你们以前的关系 所以你就把我抬出来了 隐瞒了反而不厚道 利用我就厚道 谁利用你了 你要上任的事 我可是一个字都没说 哥 你以为你们三十年前的那点关系 还能让一个精明的商人 头脑发热 不过 宋大川也不是以前那个 纯情的姑娘了 人家是董事长 是大老板 他之所以跟我合作 是我拿出了一整套上市的方案 实在是太诱人了 他拒绝不了 我还告诉你 英姿集团现在碰到麻烦了 凭我在华尔街学的本事 完全可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让他们翻身 我想这也是你这个刚上任的代理省长 所希望看到的吧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敢告诉你吗 早告诉了你 我怕我这个美好的愿望 被你掐死在摇篮里 他这naden表示 老公 你和英姿集团搞合资 互惠互利 就不犯罪 但是你要是算计英姿 我绝不会停止认知 不是因为宋大川 而是英资作为民营企业 在全省的影响 说说吧 你给英资带来了什么项目 SPV啊 说了你也不明白 SPV就是光伏太阳能 绝对的绿色环保项目 这事你该趁心了吧 光伏太阳能 你给我详细说说 来 给我 怎么那么晚才回来啊 孟元等你半天了 走 大川 老师 你去忙你的吧 好 好了 别再哭了 公安这一块儿 我们总算是对付过去了 小元现在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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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消息吗 吴顺英见不到他 跟他去打听了 说情绪还算稳定 没出什么纰漏 这孩子还算懂事了 关键时刻保护了你 也算是不容易了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救他 今天一整天我都在安排这个事情 媒体那边 我已经找人定好了调子 法院检察院也开始疏通了 从起诉辩护到最后判决 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 一定要争取到小元不被重判 然后再设法减刑 他就可以少吃一点苦 大川 你对我这么好 我这一辈子我都不会忘掉的 不说这些了 当初你替我顶罪坐牢 我们就是贴心的好姐妹了 现在玉瑾就死了 也算坏事变好事吧 被查账的危险至少被排除了 从现在起 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 因此的行动 还得靠我们把好 绝不能让他出交 否则对不起你我一生的付出 你儿子也百倍牺牲了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对了 这几天安武 会带沈发展银行信贷部的郭建设过来 给你通个气 这件事情你跟安武还没有了断 嗯 三个亿的债务啊 你把它背在身上 你拿什么东西去还人家 再说那个安武 他跟郭建设有什么关系 他们俩之间有什么猫腻 我们一点都不清楚 出了事情一定会牵连到英姿公司的 大川 这不比当年啊 我护出去顶罪 最多判个两三年 三个亿 那是要杀头的 完了 还不够吗 好 你的心情我理解 因此风风雨雨二十年 创下这份家当不容易 可是眼下是什么形式啊 我们的产品是怎么销售的 你又不是不知道 如果我们的产品再不伸进 就只有关门大击 没错 安武是耍了花招了 可是花招被我们识破了 花招就变成救生圈了 他跟郭建设有猫腻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是合法贷款 没有骗贷 真的出事了 有他们头里顶着 还我不明白 当时不是商量好了吗 合资公司也得下马 你不是同意了吗 你们俩现在一见面 事情全倒过来了 我想将计就计 让他再给我们 带五千万出来 解决我们公司的现金流 你不是天天吵着 没有现金了吗 我明白了 其实你打定了的主意 是不会改变的 孟月 如果公司上市 真的能够运作成功 那我们的前景 就非常乐观了 你啊 一点商机都别想 躲过你的眼睛 献中求胜 但这次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心里特别不踏实 你说具体怎么了 我 我还真说不出来 大船 我梦远能有今天我靠的是你 但你自己 从来也没有过过舒坦日子 我真的希望你以后 能顺势道道呢 路遥之马里 什么都别说了 我走了 我走了 他走了 那你赶快去睡吧 你都两天一夜没合过眼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 能安心睡觉吗 再大的事 不是已经让你们解决妥当了吗 我刚才听了一句啊 写举报信的人 查出来了 死了的余锦绣 就是那个写举报信的人 这么说 人死了 你们公司就不会再用完 麻烦了是吧 你胡说八道什么 他死了是因为他给人家当小三 全是个人行为 跟公司有什么关系啊 宋董事长 这次英资集团贷出来的三个亿 真相也是知道的 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 可是你现在提出来 再让我追加五千万的贷款 我真的是有点力不从心啊 郭经理 安武先生利用我跟他的合资公司 都能贷三个亿 现在我宋大川本人恳求你 再为英资公司贷款五千万 应该不算他为你吧 郭经理 宋董和你都是我的好朋友 以后可就是一家人了 不会那么难吧 这是我们替你草你的贷钱调查文件 理由和条件都写在里面了 你带回去 重新做一遍就行 我是怕 我接个电话 你不用怕 其实我早就替你想好了 前两天在我们英资集团 年度慈善晚会上 审理事里很多领导都出席了 连刚上任的司徒审长 也不请自来 我相信 凭着领导对我们的充分信任 一定会给你在贷款审批会上 宣讲我们企业的社会幸运度方面 增加很多有力的材料 宋长 我哥说想晚上运你一下 了解一下关于SPV的情况 你有空吗 我晚上正好有个事 我把它推掉 宋董 我把材料带回去 好好研究一下 那你多费心 要见什么 老船 你好 安稳 你好 就像出海的渔船遇到风浪就要驶回港湾一样 这间尘封的老屋就是石鱼生灵魂的避风港 每当他与妻子的感情遭受风浪时 他就要回到这里 虽然屋里的一切都定格在二十年前 但他仍能从化石般的陈设中获得抚慰和力量 安稳和你办合资公司的事情 事件我不知道 前两天才告诉我 安稳是多年前留学美国 后来又在华尔街工作了一段时间 我是担心他这个人自以为石油不动国情 会给你添麻烦 所以我就给他约发三丈 绝不允许动用我的关系 谋取私利 这句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吧 不 你和他不一样 英资是咱们临江的名牌企业 只要有利于英资的良性发展 政府一定会大力支持 再说了你的个性我还不知道 要你开口求人比登天还难 可是眼下我就有一件事情要求你 你这话说了我还开不开口呢 开口 再说无妨 你还记得我们插过队的南寇港吗 你想说什么呀 你放心 我不会提我们的救世的 我只想求你 还给南寇港风和日丽 山清水秀的昨天 因为你有这个权利 大川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南寇港有一家全国文明的电池厂 这家工厂生产的千酸电池 占领了市场的五分之三的份额 这种千酸电池 给南寇港的环境 造成了极大的污染 你是怎么想的 我的想法 安吾应该都告诉你了 在未来三年里 SPV 也就是光伏太阳能 可以取代千酸电池 可是目前我们在资金上 还有实施上 都有难以预约的困难 困难是暂时的 合资上市就是一条很好的出路 我看好你们的发展战略 你还是那样 说起话来避时就须 滴水不漏 你也没变啊 总是那么咄咄逼人一针见血 非要把我逼到角落上 你还是没有一句承诺 在我的任上把我省建成一个绿色环保的大省 这个承诺还不够吗 可是你有时间兑现你的承诺吗 我听安吾说了 你这次连家属都没有带来 估计这次调来 也就是肚肚金吧 既然来了 我就想干出一番名堂了 我爱人是名医生 他喜欢北京的医疗环境和工作条件 儿子呢 考取了奖学金 在英国留学两年了 对了 你的孩子多大了 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啊 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啊 不怕你笑话 我没有孩子 宇生 宇生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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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宝宝 你不要吓我妈妈 宝宝 宇生 你快来啊 宇生 宝宝 宝宝 你看看怎么了 哭也不哭吃也不吃 还抽了好几下 好像快断气了 大川 咱们这么耗着不是办法 得送卫生院 可是我把这没爹的孩子抱去卫生院 会被别人的兔磨淹死的 没事 我送去 别人要问我去说是表姐的孩子 Atlas 宇先生 atención 你在家等着 别着急啊 咱们别着急啊 慢点 慢点 余生 小心啊 别摔着孩子 余生 小心啊 别摔着孩子 余生 回来了 孩子呢 怎么没带回来啊 医院接了吗 生什么病啊 把这位车药没有 你去说话啊 不能乱动 坐院子不能乱动啊 大臣 你倒是不乱动 说话啊医生 你告诉我 你先坐下 你先坐下大臣 大川 孩子没救了 你送他到卫生院 半路就没气了 我不能把他送进去 我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 我把他扔那儿了 你骗人 大川 大川 你冷静 我真的 你把车还给我 他让我的车 你把车还给我 你还给我 孩子已经没救了 你还不还给我 大川 大川 你听我说 你放开我 你把孩子还给我 你不能让你们 出事了 大川 他让我的女儿 你把孩子还给我 你骗人 你把孩子还给我 你拒绝你大川阿姨的聘请 干吗不跟妈商量一下 你去跟他开口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我那是为你好 你以为你是个法学博士怎么样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这年头啊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硕士博士 大街上拿棍子一摸一大片 你不去他公司 是不是因为 马上回在那儿做法的顾问呢 老妈 你能不能别那么扒呀 我扒 你还十三呢 不识抬举 你说 枉费人大川阿姨一片好心 从小到大对你多好 我知道他对我好 可这是我人生第一步选择 就你这个亲妈也得尊重我 我尊重 我尊重的结果就是 刚毕业你就成了啃老族 谁说的 看看吧 彭城律师事务所 妈以前怎么没听说过呀 办过什么大案子 没办过什么案子 一个月前刚挂牌子 一共三个员工 其中两个律师 扣户包括本小姐 王粉扣律师 还有一个是秘书 怎么样 听上去有点像大牌档啊 就是大牌档啊 做律师啊 我就想要从基层做起 这样才能列救 纵横四海的真本事 好 你执意这么做呢 妈也不反对 但有一点我必须提醒你啊 你选择这条路呢 非常难走 你会吃很多苦 而且在情绪上 还会受很多磋伤 最终还有可能不成 放心吧 我会咬牙坚持的 不会给你兜脸 大不了回来 做啃老族呗 你可没这机会 做了亏心事吧 所以吓成这样 不过你别怕 我不是余晴秀的 我们是双胞胎 我叫余晴红 我 我知道 我听说过的 你坐 快坐 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其实我也挺心痛的 都是我没有把儿子管教好 在这儿我 我向你跟你的家人 先赔个罪 锦绣使我很好的周叔 他的后事我一定会同善处理的 要不那天 我们去看块墓地 我今天来不是要跟你谈这些的 我知道 那个明事赔偿的事情我们慢慢谈 不管怎么样 我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家人的 是不是在你眼里 我跟余锦绣一样 也是个贪财的女儿 今天踩着她的尸骨 来跟你要债来了 你有钱有势力 就能为所欲为欺负人了吗 这 这哪儿跟哪儿啊 我 我也是间接地受害者 你说我做错了什么呢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说说清楚 你们为什么盯着我妹妹 是第三者大作文章 难道这不是你儿子做的孽吗 你们为什么大肆地捏造炒作 我妹妹索要分手费 污蔑才敲诈 难道这就能掩盖你儿子的罪行了吗 一条活生生的性命 刚被你儿子害死了 尸骨未寒 你们就四处放风颠倒黑白 拿他鞭尸 你们的良性呢 都让狗吃了吗 你给我闭嘴 你妹妹死了 你拿我撒生气啊 事情发展到今天这一步 我已经低着头到处去道歉了 董事长那我得道歉吧 社会层面我得道歉吧 我早就知道 你也不是个沈游的头 但是你帮我想光临啊 我呢 我儿子完了 我这个家就破了 我一个老太婆 将孤独地度过我的余生 你帮我想过没有啊 我向谁去深渊的我 是我让你妹妹来勾引我的儿子 还是我教授我的儿子 去杀你妹妹的 门心思问将心比心 我们现在坐下来应该是好好想一想 怎么处理好身后 你恐怕我这儿来心事问罪来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要傅小元偿命 滚 我不会放过你们的 大庭见 滚出去 滚出去 滚ики 滚世 滚世 吴世